嗨,大家好,我是挥君 又是好几个月没有见 挥挥君搁得越久,说明事情越大 那这次这个项目呢 不管是从实现难度还是工资量上来说 都可能是我目前做的最复杂的项目之一了 关于这个项目呢 其实已经预告了很久 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是一个机械臂 不过请放心 我保证这一点也不影响你开玩大手震撼 首先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机械臂这种东西 想到机器人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把机器人分为工业机器人和服务机器人 其中工业机器人起步比较早 流水线上的机械臂就是最典型的一种 而服务机器人呢 就是大家日常看到的扫力机器人 问询机器人 无人车 无人机等等 那机器人一直是我很感兴趣的一个方向 而最实用型的机器人 在我看来是非机械臂莫属的 有意思的是 事迹这次项目的起因 其实是有一天我拥有的一台机械臂 这台二手的工业机械臂 是我半年前偶然淘来的 当时也是我第一次接触这种高端设备 想象一下 哪个男孩不渴望拥有一只 可编成延听机从前不知疲倦的手子呢 那虽然赛产年份已经是14年了 不过这台机械臂的性能还是不错的 各有的功能基本都有 这类设备全新的基本都是天价 二手便宜淘汰的硬件用是能用 但是售后盒配套资料几乎为零 所以能不能玩起来就全看个人水平了 而我在研究了一阵子 把它的所有功能都弄明白 并且自己开发了一套SDK之后 就感受到了这个手子不太行 使用体验非常一言难尽 所以智慧均衣不满大家就有视频看 另一个原因是 即使这台机械臂已经是市面上体型最小的之一了 但是我的风格大家都懂的 底座椅上都砍掉才是我期望的尺寸大小 但是计划中小归小 机械臂的性能我是不希望有任何妥协的 实际上大家应该也可以在网上看到很多小型的机械臂 这台机械臂99%使用的是舵机驱动 剩下的极少数使用的是步进电机加行性减速 其中后者除了减速箱背席小大 精度不达标之外勉强还算能用 而前者的舵机机械臂 这纯粹属于玩具级别 这台机械臂我也是买过的 结构松垮 精度水源 负载重量会略不计 效果之拉垮 完全不建议更兴趣的同学尝试 当然成本限制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是 所有市面上的这些机械臂 我都觉得不够酷 那么怎么自己造一台很酷的机械臂呢 这里先放一张整体的架构设计图 大家可以看完自行保存 OK我们先从机械结构设计说起 结构设计中首先需要解决的是 前面说的精度问题 在机器人的硬件设计中 我们常说机器人的三大核心部件 是电机 解除器和驱动器 真正的工业机器人中使用的电机 一般都是无刷四伏电机 关于无刷电机的介绍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翻一翻 我之前发的那期FOC的视频 那无刷四伏不论是在动态响应 力矩保持 还是在精度各方面都是非常优秀的 但是缺点是它的驱动系统比较复杂 不适合用在本次这样极其紧凑的结构中 那么我在方案设计中决定使用的是步进电机 这里电机的精度是最高的 缺点在于高转速下力矩比较少 所以为了解决力矩的问题 一般我们都会给电机配备减速器 所谓减速器就是类似汽车的变速箱 是用于降低速度的转速 而成倍增加速度力矩的 前面提到了目前市面上的小型机械臂 使用的都是行星减速器 而在本次项目中 我使用了工业机械臂里面最常用的斜波减速 大家看一个视频演示 在柔性轮和波发声器的相互作用下 斜波减速器具有0倍器 高减速比超小体积等优点 因此用在本项目中实在是最合之不过的了 那电机和减速器确定了 最后就是驱动器了 同样为了保证驱动精度 以及体积的最小化 我设计了一个步进链接的一体闭环驱动 这个后面会详细介绍 我可以驱动方案确定之后就是结构设计了 其中画图的过程省略 我们直接看最终的效果 大家看到这150多个版本稿就知道 这次的作品是我至今为止 画过最复杂的结构设计了 那整体的风格设计为极度紧凑 且科幻风 细节拉满 我们可以看到一共使用了6个电机 和6个鞋不讲述器 同时为了保证机身强度和精度 机身的主体会采用铝CNC加工 而装饰的主件则使用3D打印制作 所有的控制电路都集成在本体上 且充分考虑美观 你们永远可以相信智慧君的审美 那结构设计好之后 经过自己3D打印验证 然后就又到了麻烦CK的时间 小西西是个好朋友 希望大家都有一个 那经过半个月左右的机加工 我拿到了全部8个金属键 这里顺便提一下 关于机器人的配色 我最初其实是考虑过很多种效果的 但是最终选择了这一款 这并不是因为钢铁侠第一套上色的Mark 3 装甲是红色的 而是因为 我觉得如果野生钢铁侠的机器人 有颜色的话 那一定是中国红 虽然我国庆杰过生日的是吧 OK 结构介绍完了 接下来我们说说电子系统 整套设备的电路设计还是相当复杂的 因为设计了电源模块 电机驱动 计算模块 通行系统等等很多方面 实际上这台机械壁上光各种信号的MCU 我就使用了12个之多 而且为了使得后续的扩展性足够强 且交互方面能够做一些很有意思的创新 我在机体上搭载了WiFi 蓝牙2.4G等很多种无线能力 电路方面最主要的就是 主控制器和电机伺服驱动器 其中或者设计为了电机一体式的驱动 支持CAN总线和功率级连 所以整套系统将所有的6个电机 以及末端执行器连接起来 仅需要4根线 驱动器的PCB设计 由于是需要WiLoad 所以也尽量考虑了简介美观 这款驱动器的性能可以说是非常暴力 方案使用的是FOC加斩波横流 由于添加了高精度的磁边码 进行并环控制 所以不会存在传统布景电机丢布的风险 同时在最高转述和效率方面 也不是3D打印机上那种驱动器能比的 如果说驱动器是心脏的话 那控制器就是机械臂的小脑的 这个项目中使用了我之前设计的机器人开发空架 REF 基于Cortex M4内核的MCU 选M4是因为内核自带FPU和DSP 这位后面的控制算法中实现 设计到的大量复杂计算 会有明显的效率提升 另外主控制器采用冗余设计 除了主控制器REF外 还板在了一个ESP32作为协处理器 那一方面作为SDM32的安全备份 另一方面可以用于提供Wi-Fi蓝牙的无线能力 还有其他七七八八的一堆电路 这里就不展开介绍了 总之为了解决最开始提到的精度和性能问题 总结一下我的解决方案是 第一使用布禁电机加一体闭环驱动 第二使用零倍系的谐波减速器 第三在后续的算法实现中进行高精度补偿 那么硬件具备 我们开始快乐的组装环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梦 OK来看最后完成的效果 进测试最后机械臂的精度是非常令人满意的 这里我喜欢一个精度是0.01毫米的百分表 来进行末端重复精度测量 那这个机械臂我给它的命名是Dummy 知道处处的同学可以在弹幕上发一下 是不是还挺炫谱的呢 当然这仅仅是开始 更核心的是软件算法部分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讲解一下软件层面的设计 对于机械臂来说 最核心的软件内容在于运动学正逆解的算法 以及动力学模型的实现 其中前者告诉了我们机械臂的每个关节角度 和最终末端的位置之间的正逆解求解关系 而后者就用于实现碰撞检测 揉心控制 力决反馈等很多功能 这其中涉及到大量且非常复杂的矩阵和偏微分计算 也是我在项目实现中花费时间最多的部分 所以请大家记住 这些项目表面上看起来是电子和机械 其实背后全是算法和数学 那么除了核心算法之外 软件部分还包括mini行和图形化的商位机 手机单的APP 以及无线视角器的固件等等 我后面都会演示 OK那么终于到了最喜闻乐见的演示环节 首先最基础的 我们让机械臂动起来 关于机械臂的交互方式 我做了很多思考 前面也提到了 我对于买的那套工业机械臂不满的地方 也主要集中于交互这一点 所以我实现了哪些很有意思的交互方式呢 第一种最简单的通过串口 机械臂使用USB连上电脑 就会出现一个串口号 我们可以很方便的使用串口命令来控制机械臂 而且可以选择多种坐标方式 比如说关节坐标器 视节坐标器 工具坐标器等等 所有的姿态结算都是在机械臂本体内完成的 那么第二种交互方式 就是使用命令行 通过我设计的RAP自带的IPC框架 可以实现更大自由度的机械臂控制 和各种参数设置 OK大家可以看到 前面这两种方式都还比较偏极客 对于普通人来说 相比于命令行 显然图形化才是更阳间的交互方式 于是我当然也实现了对应的图形化上位机 于是我们可以在上位机中 进行傻瓜式的拖拽交互 而且这个交互是双向的 也就是说既可以把动作下发给机械臂 也可以在软件中实施通部机械臂的姿态 那到了这一层 已经基本可以满足绝大多数的使用需求了 也基本达到了和我的电台工业机械臂 相同的使用体验 那么这就完了吗 当然没有 那相比于上述方案 更优雅的交互方式是什么呢 当然是连软件都不用打开 所见即所得 那在硬件设计阶段 通过合理的设置减速器的减速笔 使得这台机械臂可以在保持地区和进度的同时 进行反驱 也就是像这样 所以我们获得了一个手动协作视觉的功能 只需要手动教它一边运动的流程 它就可以自动学习重复 还没有完 手动视觉其实是很多协作机械臂都有的功能 所以并不算炫苦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开启视觉功能的方法 大家可以注意到 整个机械臂的机身除了一个电源按钮之外 是没有别的按键的 那么如何进行各种功能的切换呢 那一方面是可以通过前面说的动力学模型进行自动检测 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视交器来开启 那视交器在哪呢 有智慧君的地方就有屏幕 而这台机械臂的屏幕在这里 这个是我设计的一个无线智能小终端 也是这台机械臂的伴侣 它可以通过低光耗蓝牙和机械臂进行无感连接 连接之后可以实时显示机械臂的各种状态信息 当然也包括前面说的可以切换各种功能 比如说进入视角模式 OK话说回来 除了上述内容之外 还有别的交互方式吗 当然是有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结合一些比较前沿的技术 比如说AR 大家可以看到 在上违纪中我们无法展示真实的环境 而现场手动视角也比较累 那么结合增强现实技术 我们就可以实现这样的效果 真正的指哪打哪 是不是很有意思呢 那以上就已经展示了常规和非常规的很多种交互方式了 但是我觉得还没有到理想的状态 这一切都还不够自然和优雅 那在经过反复的思考之后 我想到了 人类使用机械臂最符合之确的方式是什么 答案当然是跟使用自己的手臂一样 那么我能不能设计一套系统 把人手臂的动作直接同步到机械臂上面呢 于是就终于调到本项目最有意思的部分 同步现实 我设计的这样一套装置 由双目相机 AHRS系统 AI算力平台 逆传感和逆反馈装置 以及通信模组组成 原理是这样的 为了实现前面提到的动作同步 我们首先需要获取准确的手部位置和旋转姿态 而这两点分别是由双目相机进行目标识别跟踪定位 以及AHRS系统进行姿态结算来实现的 其中涉及到的AI算法 需要高效的计算平台来承载 这里使用的是华为深腾的Atlas边缘计算平台 然后接下来 实施的位置信息会经过复杂的坐标换算 通过无线的方式发送给机械臂 机械臂收到之后响应之行 就像这样 是不是很酷呢 这样的交互可以说极其丝滑 但是事情到这里 还没有结束 机械臂的实用性并不只是体现在动一下而已 通过在机械臂末端 更换不同的效应器 来实现不同的功能 完成不同的任务 才是有价值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可以安装激光器 来进行三维雕刻 安装画笔来进行书画 安装小型的主轴来作为六轴的雕刻机 又或者最常见的 安装甲爪来完成各种通用操作 那么这里我自己设计了一个微型甲爪 注意这个甲爪是代理反馈的 也就是说 我可以时刻得到甲爪正在抓取东西的力度 结合前面说的空间定位系统 我又设计了一个手持控制器 上面包括前面说的AHRS装置 而末端有一个红外的LED 用于双部相机进行辅助识别 还有这个东西 是不是有点眼熟 是的 它来自于我的PS5手柄 那玩过PS5的东西应该都知道 这款手柄的扳机简直是黑科技 里面通过安置了一个力反馈马达 可以实现对于各种物理效果的真实模拟 于是我把它集成到了我的空间器上面 结合前面说的力反馈甲爪 于是整个链条打通之后的效果就是 我们不仅可以把动作时时通过到机械臂 而且还可以在控制器这边 时时感受到机械臂末端 抓取东西的质感 这才是终极的交互心态 那为了展示一下这样的交互有多好玩 我买了一些葡萄 大家请欣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是很炫酷呢 那可能有同学会说 何必这么麻烦呢 直接用手操作它不像吗 答案是通过机械臂执行动作 可以进行很多人手无法达到的效果 比如说我们可以进行软件去抖 运动范围的重映射 力矩增强等等等等 更重要的是 我可以实现在厕所里面 远程完成这样一套手术 好了 以上就是本次项目的主要内容了 那回顾一下整个项目的复杂程度 其实真的是超出了我就说的想象 从最开始有这个想法开始 其中断断续续筹备了4个月 然后整个国庆假期 包括过生日的那天在内 连干了6天 才算圆满的完成了所有的功能 那由于视频时长的关系 这其中涉及到的很多技术内容 其实都一笔带过了 比如说那个无线示娇器 名为Peak 它的功能是非常多的 又比如在这套系统中 如何通过深度学习 让机械币自主估计抓取未知 又比如 关于机械币在影视行业的应用 最后再比如 大家看这个灯环 它又大又远 像不像那个鸿蒙 是的 其实这个主控制器里面运行的 是LiteOS内核的鸿蒙系统 对阿福自己而言 除假期外的空间时间并不多 所以其实我把实现每个项目的过程 也当做是我自己学习新知识的过程 所以我之前也说过 希望自己以后做的每个项目 都会是迄今为止最为复杂的项目 当然同时我也会尽量把技术做得有趣 努力成为科技和人文交叉口 最亮的那个赞 那最后再预告一下 下一个主线项目 会是之前预告了很久的 某个机器人项目 虽然还是业余时间研究 但是我希望这一次 不只是产出项目和视频 也能顺便准备输出发表一些论文 也算是对我自己的挑战嘛 本次的项目 大部分资料也是会开源的 大家喜欢的话 请务必记得三连加关注 那么我是野生看累佳 我们下个项目再见 拜拜